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我的吗 好饿哦 我也是 我都饿得头昏眼慌了 爹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吃饭呢 你娘说她马上就回来了 回来就可以吃了 就不知道为什么都快到吃下午茶的时间了 还不见人影 我真的好饿啊 我也是啊 好吧 今天就由爹来做午餐好了 您会做饭吗 当然会啊 我只吃过娘跟爷爷做的 可是我从来没吃过您做的饭呢 那是爹不轻易出手 一出手可就不得了了 真的吗 那我要吃 不过爹只会做番茄炒蛋哦 啊 只会做番茄炒蛋啊 你这语气是怀疑吗 番茄炒蛋可是很有学问的 没有啦 没有啦 我也很喜欢吃 那就对了 会做的人啊 只需要做一道菜就可以说服你的胃 有没有信心啊 有 有没有信心啊 有 加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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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用进来了 我很快就炒好 到桌上坐着等吧 爹 您要快点哦 我好饿 我知道 你放心吧 嗯 嗯 爹 啊 您怎么了 啊 没事没事 等一下就好了 哦 来来来来来 开动啦 开动啦 快吃吧 今天就要让你知道 就算娘不在还有爹呢 嗯 嗯 快吃吧 可是为什么上面一点一点黑黑的 哦 那是香菜啊 很香的 它焦了 有点焦焦的也蛮好吃的嘛 爹做的菜会不好吃吗 难道你不相信爹炒菜的技术 嗯 我 哎呀 你这孩子怎么这样啊 嗯 好吗 你真的觉得爹会做的不好吃吗 没有啊 我只是觉得怎么跟娘平常做的不太一样 嗯 哪里不一样啊 黑黑黑的 爹说过 那是不同的风格 每个厨师做出来的菜都是不一样的 嗯 可是娘做的看起来就很好吃 还很香啊 明明看起来就很好吃 而且也很香啊 哼 哎 快吃 哪来那么多意见的啊 哼 又怎么了 没有饭 啊 嘿嘿 爹忘了 不过光是番茄炒蛋也是可以吃饱的 你看 爹做了那么多 好吧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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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可以吐出来哦 嗯 嗯 你 爹 为什么你做的番茄炒蛋是甜的啊 啊 是甜的吗 嗯 嗯 甜的也很好吃啊 嗯 不好吃 哎呦 好了 我承认不是很好吃 但也不是很难下咽啊 我们快吃吧 我吃不下去 哎呦 你知道现在有多少小孩没饭吃啊 我现在没饭吃啊 没有饭 我们回来喽 啊 哎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娘 啊 这孩子 娘 哎呦 真是对不起啊 小栗子 你王妈妈呀 从外地回来 我们呢 在菜市口 就聊得忘记时间了 嗯 那爷爷怎么也没回家啊 哦 我也在旁边听得忘记时间了 真是抱歉啊 你们怎么都忘了 嗯 你饿了吧 娘带了包子回来 快叫你爹一块来吃 嗯 不过爹吃过了 嗯 已经吃了 那你怎么没吃啊 爹做了番茄炒蛋 可是太难吃了 所以我吃一点点 全都爹吃完了 嗯 你爹做菜不难吃的 不常做那倒是真的 嗯 很难吃 哈哈 哈哈哈哈 还好我不在家没吃到 嗯 哦 哈哈 儿子啊 嗯 要不要吃包子 不用了 我吃饱了 小栗子啊 嗯 你就大啦啦的跟你爹说 他做的菜很难吃吗 嗯 因为是甜的 你爹应该是不小心 把糖当成盐了 哦 你爹做的东西很好吃的 不然晚上请你爹再做一道菜 你就知道了 嗯 好啊 嗯 反正我做的不好吃 请你娘做就是了 我这 嗯 娘 嗯 你看看你 嗯 我只是说实话 后来不管我怎么跟我爹道歉 我们怎么劝我爹 他都不肯再做饭了 他为什么那么任性呢 平常他都要我听他讲道理 但是我有道理的时候他又不听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是想要 我该怎么让我爹克服他的害怕 做饭给我吃呢 害怕 方丈听了你的叙述 感觉恐怕不是什么害不害怕的问题哦 嗯 嗯 可能是你爹用心为你做了一顿午餐 却没有得到正面的回应啊 嗯 什么意思啊 就像小栗子做了一件好事 比如说帮助同学打扫环境 嗯 却被嫌弃说做的不够好的那种感觉啊 嗯 那种感觉 哎 这样说我好像懂了 嗯 小栗子 嗯 你伤了你爹的心 也许应该跟他好好谈谈 那我该怎么办 话语有时候就像是一把利刃 伤人于无形 我爹闹脾气了 我有时候也很受伤啊 这一次小栗子好像有点不对哦 哦 嗯 我承认 爹 我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嗯 什么事啊 嗯 就是番茄炒蛋的事啊 我想要跟你说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说难吃的 没关系 难吃就是难吃 你不用向我道歉啊 因为我那时候突然吃到甜的 一时之间吓到才说难吃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难吃 继续吃的话 可能会慢慢觉得好吃起来 真的吗 嗯 真的 那爹再去做一盘甜的给你 嗯 那我不要 哼哼 这你可骗不倒你爹的 哎 觉得难吃啊 就是难吃 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嗯 你明明就很介意啊 还说没什么 嗯 你说什么 没有啦 我又不是故意的 那我要怎么补偿您 您才不生气 补偿 爹要什么补偿 那我今天快点写完功课 来帮您的忙好吗 哦 一写完我帮您搬栗子 嗯 嗯 这样总可以了吧 嗯 嗯 啊 这样还不行啊 嗯 嗯 嗯 哇 哈哈哈哈哈哈 爹 您现在已经不生气了吧 可是想要我多做事而憋着 对不对 嗯 没有啊 那我只要做刚刚答应您的第一件事哦 嗯 不行 既然答应了就都得做 嗯 爹不要这样嘛 嗯 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呢 嗯 什么是耿耿于怀 你也太没学问了吧 耿耿于怀都不懂啊 那是成语 我还没学过啊 方丈说 一句话有时候就像一把力一刃 一不小心就会伤了别人的心 你平常不会那么多成语 也没有看到你有多伤心啊 啊 您是说我没学问啊 嘿嘿嘿 我可没这么说啊 你有认真学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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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